一边又开始了各种夫妻模式 梁晨 要不 你去我家吧 好好好 我跟你回去 太好了 不行 那个瓦钩算是全程自方代线 只是我们的奥姐 都有点着急了 喝醉一次喝去的主动自财 我告诉那个秘密 其实 我是女的 我认为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不让喝酒 但是喝酒才能触发剧情的 哦 你怎么办呢 那就喝real real要早啊 real喝了一般都要乱信了 当然在那个手服的过程中 瓦钩也会采取一些 或暴力或迷惠的手段 一直为了帮助凹姐逃避体检 瓦钩都跟别人打了仗 不手 什么事 别打了别打了 住手 他打我 最后的动作你再给我做一遍 他 他 拿着 夹着我 拿拳头 力量被这打十几倍啊 他跟神经山都骂我 我谁骂你了 你把话说 别让神说的 你们几个 都给我关金币 嗯 就要关 我没打架 那我也关金币 为了避免让狼儿在澡堂跟凹姐碰到 他把狗人搞成一个穿衣服系 找人神经病 你穿衣服系啊 对啊 我就穿衣服系了 我就穿衣服系了 神经病 那个狼儿倒是走了编剧的骚操作却没有停止 力气快点啊 这么热 不怕中暑啊 还记得当初招摇夫妇的结局 让黑豆人想给编剧寄刀片 希望再名归了他们 你们可以有个HAPPY END 再来说说另一对CB 瓦哥和曼杰 他们两个是经典的翻识原家 瓦哥在歌厅抢了曼杰 曼杰立马找人到巷子里 围堵了瓦哥 结果啊 他就被瓦哥反杀调戏 还没完呢 哎呦 真是个好色鬼 辛苦的 我 我找回找人打死你哦 嗯 啊 曼杰在躲避日本人追杀的途中 我把正在演习的瓦哥 当成了坏人 一棒子抠下去 瓦哥晕了 万万能想到自己抠婚的人 自己还要扛回去 那个曼杰大力过附体 把瓦哥背回了家 哈哈哈哈 自己打的人自己要背 在曼杰被欺负的时候 瓦哥挺身而出 挑死啊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我的女人 那么问题来了 那个男主有点渣呀 他只有一匹瓦 凭啥子可以放在两个女人身上哦 那个鱼妈为了搭建 剧中良好的 Cp生态结构 她呀 都为凹姐和曼姐 分别配备了 外人类弱的三弟 和霸道专虫的白宫 那个沈家的两兄弟 在那部剧头 真的是深藏公寓名 他那个三弟 对凹姐的爱真的黑淫慧 需要Cp党们 国人努力的抠糖吃 而且前期貌似 凹姐对三弟是有好感的 但是也有可能 是觉得他还像国人的哥哥 哎不管了 我觉得他们还是蛮配的 三弟好温柔哦 只不过由于凹姐 女伴男装的关系 三弟应该会在 湾仔码头独自拍拖 惆怅 而那个白瓜呀 虽然晓得曼姐不适合他 但他依然对曼姐非常好 两个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真好 哈哈哈 但是那个中途都被天将给打败了 哎呀真的 天将真的是太恼火了 哎一手真相似真 照个梦送给他嘛 那些被窥探导的所谓 温柔成全 其实是不过万分之 在无人的角落里 有更多我们秘密 有更多我们秘密 我的天呐 哈哈哈哈 到底扣哪一对呦 关于那个cp线 最后还想吐槽一会儿 虽然我们站的是官配真相cp 但前面的剧情头 男主女二 女主男二的剧情 真的有点太多了 哎算不算是 那个鱼妈的另一种反靠路 哎前面我们在降制科他 但也不要忽略这部剧 本身存在的很多bug呀 接下来请大兄弟们收好小桌板 把智商调整回正常模式 第一 请问 凹姐女扮男装混入军校 他究竟是怎么避开 一次次的体检呢 我问 问你都是 我自有办法 二 请问 那些宛如抗似神剧般的操作 是不是编剧无法安放的青春呢 另外服装像是在影楼投猪呢 发型像是找爱情魔法式定制呢 那个滤镜像是从戈壁投呢 哎 我严重怀疑那些剧组的剪辑团队 都在同一个交流群呢 比如说他们的日常都是论分 听说你最近剪的那个翅膀 发我个滤镜的我参考一下嘛 好啦 今天的节目都到了啦 我是带你出去帮你排队的小黑 我是哈妹 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投币点赞收藏转发哟